好 持續呢 也要告訴大家的是呢 我們在這一次喔 大家都很關心嘛 選前 六天了 時間真的真的 有夠快的對不對 好 我們先來看到的是現在喔 大家都在尬場了 包含的是呢 你看到了 在選前之夜 你看到了 選前之夜 我們給大家預告一下齁 包含的是 你看到侯友宜呢 預計會在板橋第一運動場 欸 賴清德 他也在板橋 在板橋的第二 運動場 兩個地方呢 你看到都在板橋嘛 其實相隔 大概1.4公里而已喔 這個接下來是否是要炸裂板橋了呢 好 這個時間點 剛好就是選前之夜 是這樣子的安排 那不只如此喔 包含的是昨天的造市場 藍 綠 兩黨呢 他們都到了哪裡 都到了桃園 然後你看到呢 綠營呢 他們呢 包含是賴清德 他講說要來帶領 國家走得更遠更穩 但是你們已經執政了 要8年的時間 現在中華民國 有走得更遠 走得更穩嗎 好 在這個部分呢 也受到了很多的抨擊跟質疑了 我們來看到侯康沛呢 他們在桃園造市呢 現在說 哇 有超過10萬人 這個主辦單位喊出來的 那確實這個造市的空拍圖呢 非常非常多的支持者 都來到了現場 而在這個部分呢 我們來看到了侯康 他們自己分別怎麼說的 侯康就說了賴清德為首的新潮流 就是黑金的結合體 台灣啊 就被沉淪下去了 除此之外呢 趙孝康特別講到說呢 在路上 這個就是反諷這個 民進黨他們的競選影片喔 說呢 根本這個在路上是去貪腐的路上 去危險的路上 好 在這個部分呢 我們來看到了 也包含的是呢 去貪腐的路上 去危險的路上 柯文哲也說了 昨天的造勢呢 他到了台中 他說為什麼民進黨八年 墮落成這樣子 良心不見了啦 在這個部分呢 很多人說這個柯文哲 現在的聲勢看起來 你看也有5萬人到場來相挺 不過在這個部分呢 因為之前很多人都在想說 是不是柯文哲老師在蹭國民黨 老師在蹭韓國瑜呢 韓國瑜說什麼 他直接告訴大家了 他說啊 柯文哲選舉像什麼 空氣槍 很熱鬧是沒錯啦 但是呢 不會贏啦 好 除此之外呢 這個韓國瑜也特別強調了 他說當賴清德說出 中華民國是災難 發現講錯話了 趕快補充說 是中華民國憲法是災難的時候 其實賴清德已經失去了 來參選中華民國總統的資格了 甚至呢 他還呼籲說 柯文哲的支持者要把選票 轉回給侯友一號的趙少康 才能夠實現政黨問題 只報告三件事 只報告三件事 請大家聽清楚 讓我說明白 第一 當賴清德說出 中華民國是災難 中華民國憲法是災難的時候 他已經沒有資格參選中華民國總統 大家說對不對 沒有中華民國的保護 沒有政府的照顧 一個礦工的小孩 怎麼能當上中華民國的副總統 然後現在來準備參選中華民國總統 這是吃中華民國的飯 砸中華民國的鍋 斷中華民國的根 我們全力用選票 唾棄賴清達好不好 好 第二件事情 所有支持柯文哲的好朋友 請你聽清楚 支持柯文哲 不是好不好 的問題 支持柯文哲 是贏不贏的問題 今天侯友宜趙超康的選票 賴清德蕭美清的選票 極有可能 在十萬票之內就會輸贏 2004年 連戰跟陳水扁選舉 最後陳水扁贏得兩萬九千票 不到三萬票 今天只要再一瓶礦泉水 灌到侯友宜趙超康的嘴巴 他們就活過來 贏得這場選舉 結果一大堆 一桶一桶水 往柯文哲那裡動 重點他不會贏 親愛的柯文哲的支持者 請你把選票回頭給好友宜 知道嗎 看看好不好 所有的槍都有兩種 一種我們在運動比賽的時候 啪一聲 所有的選手開始往前跑 聲音很大 沒有殺傷力 另外一種沒有任何聲音 狙擊手的狙擊槍 直接打到敵人的心臟 柯文哲的這場選舉 是空氣強 非常的熱鬧 但是不會贏 親愛的柯文哲的支持者 再一次拜託大家 把選票全部轉回來好不好 其中選票 其中選票 第三件事情 在這裡正式呼籲 郭台銘董事長 請你回頭吧 你是全台灣的首富 是成功的企業家 不要因為個人的愛 恨 情 仇 在這次保護中華民國 最偉大 最重要一場選舉 你讓自己缺席 你讓中華民國 輸掉這場選舉 你算什麼 你應該把自己提升 從一個成功的企業家 提升一個偉大的愛國者 好不好 郭台銘董事長 曾經被愛過 可能也被恨過 也愛過別人 也恨過別人 這些都不重要 2020年 我們一起參加黨內初選 他輸了我贏了 他一樣 一樣 對我造成傷害 所以後來道歉 我笑一笑 親愛的郭台銘董事長 以及所有郭董事長的支持者 請你聽清楚 在中華民國這面旗幟之下 我們每一個人都渺小不足為道 這是一場中華民國國運 最重要的選舉 拜託你 不要缺席 如果 如果 因為你的缺席 讓侯友宜 趙超康 輸掉選舉 你一定會後悔 人的一生很短很短 幾十年就過去了 讓你生命最後一刻 用你最後一口蒸氣 最後一點力量 立刻回到台灣 全力來捍衛中華民國 支持侯友宜 這首歌好不好 好 親愛的桃園鄉親 所有海內外 所有的好朋友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責任 拜託從桃園開始 我們一人一起 保護台灣 政黨輪替 人民勝利 好不好 選戰鬧數六天 我們剛剛看到韓國瑜的這段話 真的是非常的振奮人心 在今天呢 選戰話題分析的部分 我們特別邀請到的是 台北市議員楊枝斗 議員早安 主播早 各位中天的觀眾朋友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我們剛剛其實有討論到幾個話題 包含的是呢 真的是非常絕妙啦 就是不管賴清德 你要講的是 中華民國是災難 還是你想要講的是 中華民國憲法是災難 但你現在選的 不就是中華民國的總統嗎 那以及呢 這個柯文哲 近期一直被說 都是在蹭國民黨 蹭韓國瑜 好在這部分其實韓國瑜 近期也是表態了嘛 意思就是說呢 這個大概背後的潛藏意思 韓國瑜來當這個 立法院長是有可能的 但是你柯文哲 要當總統 這不可能啊 剛剛他特別 我們在這段他的談話裡面 就講到了 其實這個已經不是 他已經是贏不贏的問題啊 所以現在呢 不管是藍或是白之間 都想辦法要把這個票給 拉滿 拉過來 然後呢 感覺好像大家就是在 掙扎著糾結著 如果真的有棄保 那到底是棄誰保誰 好在這部分不過呢 我看得出來就是說 其實韓國瑜已經是 這一段喊話 應該是可以收容很多 不管是這個 藍營他們自己的支持者 這是一定鐵票的嘛 然後再來呢 這個韓流過去呢 所累積下來的這一群人嘛 那包含呢就是說 一直遊走在 不知道說要支持哪一邊的 有一些是中間選民也好 或者說呢還沒有定下來說 到底要票投給誰的 在這個部分 想特別問到議員這邊了 您覺得說現在目前呢 包含是韓國瑜的這段喊話 包含的是這一段時間 侯康之間的造勢 在這個部分 是不是其實都算是收攏回來了 對 所以我們這個禮拜天的齁 其實就是最後一個黃金週日 那我覺得韓國瑜韓市長的確 他這段時間承受了非常多的壓力 我都有聽到 包含說我們在一些深藍的群組 都會要求這個韓市長 就是盡快出來齁 必清謠言 然後澄清一些事實 過去柯文哲在競選的時候 走一個策略叫做趁韓 那韓國瑜市長他的高聲量 高人望高知名度 的確讓柯文哲收獲了一些韓粉票 包含之前有一些韓粉直播組分裂 甚至還幫柯文哲辦肇事等等 柯文哲喊說什麼 總統選給柯文哲 然後這個政黨 我們到時候會支持韓國瑜當院長 用這樣子很多的招數路數來 來騙選票 基本上是說是騙選票 因為政黨屬性就不一樣 每個政黨一定是為自己的政黨拉票 你什麼時候聽過 韓市長幫柯文哲或幫民眾黨拉票 完全沒有 所以柯文哲陣營就是栽贊 就覺得說 韓市長也是個念情念舊的人 過去跟柯文哲 那起碼不是同一個政黨 但是至少也當過共患難的 這個北農總經理以及台北市長 這樣子的身份 有很好的互動 所以他們一開始應該是斷定 想要吃豆腐吃到底 就覺得說韓市長重情重義 應該不會出來 跟柯文哲正式的來切割 但是沒想到 韓市長是大局為重的人 我覺得韓市長還是給柯文哲保留很多餘地 至少他說他是空氣槍 不是說他空包彈 空包彈打出來 就指紋樓梯翔 什麼東西都沒有 就是草包的意思 但空氣槍起碼是怎麼 空氣槍就是我們體育競技裡面 你所有人裁判 這個選手 觀眾都聽那一聲槍響 所以空氣槍他即便 他沒有辦法射出東西來 他只有聲音 但柯文哲的聲勢還是很浩大 還是可以動員很多人 那這樣的動員 當然我們藍影也會憂心 因為就說實在的 我們過去的內參 我們已經過十天了 我們絕對不講民調 可是如果柯文哲 有贏的打算贏的把握 我們過去也不乏提出什麼 政黨輪替大聯盟 希望整合在野的力量 大家一起來下架民進黨 但問題是藍白已經分裂 今天這個韓國瑜市長 他說柯文哲選前之夜 選舉像空氣槍很熱鬧 但不會贏 不只不會贏 如果柯文哲選到底 他沒有發生一個棄保效應的話 我們藍營在野黨的選民 沒有辦法集中選票到某一邊 不只柯文哲不會贏 那是國民黨跟民眾黨一起下去 台灣就繼續沉淪 中華民國就被消滅 所以你說實在的 這個韓國瑜市長講的非常有道理 而且他是大局為重的人 這段時間也很多人紛紛要求 韓國瑜市長出來切割跟澄清 那韓市長現在也講得非常清楚 不會幫柯文哲拉票 柯文哲也不會贏 大家千萬要記得集中選票 你去看 你仍然不能小規 柯文哲的這個聲勢跟號召 你看我們的圖標下面還是講 那個肇事還是有五萬人相挺 雖然我們可能要打個折 可能沒有五萬人那麼多 但是他至少代表一定的基本的數量 那這個數量其實你說實在的 就是我們當初一起喊討厭民進黨的這些人數 我們必須選民理性的去想一下 你是要非常有骨氣 柯阿伯認真拼一次即便輸了也驕傲 我還是要票投柯文哲 然後兩黨一起下去 台灣繼續沉淪 還是我們討厭民進黨的到最後 還是可以團結一致 也許把票投給呼聲比較高的 最有組織盤能力 最有基本行情的這個侯友宜當市長 也許這樣對我們台灣的在野黨 對中華民國來說 對中華民國前途才是好事一見 真的要想清楚 柯文哲的空氣槍沒有殺傷力 但是還是可以號召很多選民 最後一個禮拜 選民真的要想得非常清楚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肌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肠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不感覺好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選控